嘿 大家好 我是尼克拉斯洋 有新闻报道啊 考古学家在中国绍兴 找到了兰若四 有些朋友可能没听说过兰若四 但你一定知道一个电影 《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兰若四 经过考古学家勘探 他们发现 《倩女幽魂》中的聂小倩和宁采臣 竟然是真的 不相信是吧 请等我慢慢到来 先说《倩女幽魂》这个故事 它取自清代朴宗林的 聊斋之义聂小倩 聊斋之义就是 朴宗林从民间收集的 古代鬼故事合集 根据书中记载 《倩女幽魂》发生于浙江金华的兰若四 但实际上 浙江金华自古以来 就没有一间寺庙叫做兰若四 但是朴宗林的 聊斋之义中有数十篇故事 均提到了这个兰若四这间寺庙 这问题就来了 朴宗林从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人那里收集的鬼故事 为什么都会出现同一个虚幻的名字呢 兰若四难道真的存在 还是其中另有蹊跷 书中写到 宁采臣一切书生 非常痴情 曾经大喊过 我这辈子只爱一个人 有一天宁采臣一个人去金华 来到金华北边 其料天降大雨 随身的书本都被雨淋湿了 他赶紧急急忙忙的 冲进了一间破旧的寺庙 当他擦拭头上的水珠时 抬头一看 在牌匾上写了三个大字 兰若四 他四下张望 发现这兰若四周边墓碑淋漓 走路一不小心 还会踢到人的骨头 咔啦咔啦响得相当阴森恐怖 这采臣看到四门虚眼 就赶紧推门而入 这破旧的木门支拉一响 顿时采臣看到前面 出现了一座极其壮丽的大雄宝殿 四周雀台助力 楼台层层 这大雄宝殿高大宏伟 其中的佛像叹为观止 宁采臣感叹道 皇城的寺庙 也莫非是如此吧 但是啊 让他匪夷所思的是 这壮丽的寺庙 不是金碧辉煌 而是断瓦残横 破败不堪 这平栏处都是苔藓杂草 寺内的石板地上 还长出薅草 都有一人多高 看来这座寺庙 已经破败了几十年了 采臣觉得这里 虽然荒凉 但也是个幽静之地啊 于是就拨开薅槽 走进大殿 他看到这里 还能遮风挡雨 于是就决定 在今天晚上 睡在这里 当夜 月光皎洁 采臣辗转反侧 久久不能入睡啊 这时候 突然 他听到一阵 悦耳的琴声 这琴声还略带忧伤啊 采臣就顺着这琴声 来到了四中北院 他躲到这墙后 远远的望去 竟然看到一位 十七八岁的少女 在弹鼓琴 远远望去啊 这少女 漫秒多姿 惊为天人 太漂亮了 采臣以为 这女子和她家人 肯定也在四中借宿 啊 咱们就不要打扰了吧 逛了一圈 她自个儿 就回去睡觉了 就当采臣刚要入梦时 她突然感觉 呼的一阵风 把房门吹开了 只拉一声响 好像有人走了进来 她梦中突然惊奇 啊 定睛一看 嗯 发现有个女人 躲在她旁边 竟然是北院弹琴的女子 采臣就啊的一声 大叫一声 说道 你来干什么 这女子就说 夜不能寐 今夜月同哥哥 共修夜好 夜好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爱的鼓掌 采臣一听 不行不行啊 这传出去 都不好啊 你不害怕 我害怕呢 这姑娘就 英英一声 说道 哎呀 哥哥 夜里没人会知道她 哥哥不用害怕了 采臣一听就烦了 啊 怎么这么黏人 便吼道 快走快走 要不 我就要大喊叫人了 当时还有个大法师 燕翅侠 在这个隔壁屋里啊 听了这句话 女孩就有些害怕 只好推门走开了 刚出门 女孩就突然啊 停了下来 回头看了一下 啊 突然想到一件什么事 转身回到屋内 把一柄金子 轻轻地放到 采臣的床部之下 采臣看到 一把打气 卡这么一下 就扔了出去 打马道 不义之财 休得弄脏了我的口袋 哎呀 这女孩一看啊 羞愧地捡起了金子 呼的一下 就飘走了 嘴里还嘀咕啊 哎 这个男人 有意思 小剑开采臣 是个正直之人啊 第二晚 又过来找他 说道 哥哥不必害怕 说实话 我见的人多了 但像你这么正直的人 我从没遇到过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哎呀 快走吧 其实啊 我十八岁就病死了 不幸尸骨被抛弃荒野 受到千年妖术姥姥控制 必须每夜引诱壮男 方便姥姥吸取杨金啊 昨日我给你的也不是金子 那是罗刹鬼头 这东西留在哪里 就能把谁的心肝掏去 哎 窃跺悬海 求案不得 愿哥哥有心 小倩 求哥哥到兰若寺北边的一棵榕树上 有一个乌鸦巢 那里有我的尸骨 请把他好好安葬 将我从无尽的苦海中解救出来 彩辰听完小倩的话 觉得虽然自己是一介书生 但是也下定决心 毅然决然的 踏上了解救小倩尸骨的道路 在哥哥出发前 宁小倩对彩辰说 哥哥 小倩在兰若寺等你 哎呀 回忆啊 太美了 在电影里啊 最后宁彩辰和燕齿侠大战姥姥 把小倩从鬼门班里救了出来 聊斋之意中的结局 和倩女幽魂有点不一样 里面讲 宁彩辰救了小倩的尸骨回来之后 就把她的骨头埋在了自己家外面 宁彩辰心中感叹道 说小倩 你孤苦伶仃 我就把你葬在我的小屋旁 这样 你的悲欢 我都能听见 希望你再也不会被其他鬼怪欺负 说吧 彩辰举起一杯酒 感叹道 一杯水酒 不成敬意 请不要嫌弃 把她喝了吧 随后呢 彩辰就把这个酒 撒在了小倩的墓边 之后 彩辰转身就走了 刚走几步 突然 他听到 一声熟悉的声音 哥哥 等等我 彩辰一回头 小倩竟然出现在他身后 小倩说道 哥哥 有情有义 小倩 实死不足以报 愿哥哥带我回去 拜见婆婆 即使做了小倩 我也心甘情愿 彩辰那是相当高兴啊 就带他见母亲 但是 他母亲一听 小倩是鬼 就十分惊慌 说道 哎呀 我就这一个儿子 还靠他传宗接代呢 不敢贸然让他取鬼妻啊 请尽量啊 小倩说 我并无二心 倘若不行 就让彩辰做我的哥哥吧 其实啊 当时彩辰还有个妻子 卧病在床 经常需要彩辰和婆婆照顾 之后小倩就开始帮忙 婆婆发现 虽然小倩是个鬼 但是啊 好似也没什么不一样啊 而且小倩都给家里帮了不少忙 大家都轻松不少 于是呢 大家就一起 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之后啊 彩辰的妻子因为病重啊 就去世了 彩辰之后就娶了小倩 当时大半就席 宾客都来的时候 看到小倩都惊呆了 都怀疑她是天上的仙女啊 太漂亮了 几年后 彩辰就考中了进士 而且小倩也给彩辰 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 大家就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啊 小倩的故事 就这么圆满的结束了 一个圆满的绝集 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但是呢 现实里啊 就没有这故事那么美丽了 哎呀 现实都是啊 一言难尽啊 蓝若寺 宁采臣 小倩 姥姥 乱葬纲 曲尸骨 啊 这些故事啊 他们都是真的 在他们的背后 都有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 历史故事 蓝若寺的蓝若 也叫蓝惹 是印度繁英 阿兰亚的音译 意思就是 静寂无苦恼之处 在辽宅之意中 有十多篇故事 都提到蓝若寺这间寺庙 比如啊 诗变 华壁 促之 新十四娘 等等啊 人们都一直以为 蓝若寺是辽宅注意中虚构的 但实际上 考古学家找到了蓝若寺 2016年 浙江绍兴文物局 接到通知 要到绍兴的一处山谷处 进行考古勘探 因为这里啊 要进行地产开发 按照流程 需要对被开发的土地 进行文物勘测 确保里面没有文物啊 当考古队来到这里 发现这里山清水旧 四周郡山环绕 中间还有个湖 按照摸金校尉的巡龙诀 巡龙千万看禅山 一重禅师一顺关 关门若有千重锁 定有王侯居刺间 这种四面环抱 中间有水的地理形式啊 就好似一把龙椅 这就是风水中的环抱之地 龙穴之所在啊 当考古队走到湖边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座石碑 上面刻着四个大字 兰若寺水库 难道兰若寺就在这里 不过这周围啊 并没有寺庙啊 考古队就找当地的农民 问起这个事 当地人就说 他们老一辈说 这边好似是有一间寺庙 叫做兰若寺 不过是在水库底下 当年建造了水库之后 兰若寺就被淹没了 宁采臣是负金华 治北锅 解装兰若 意思就是采臣要去金华 到了金华的北边 在兰若寺休息 从地图上看 兰若寺就是在金华的北边 之前讲过 宁采臣去找小倩的尸骨 随出四北 见荒坟累累 国有白杨 乌朝齐滇 发现小倩的尸骨 就在兰若寺北面的杨树乌朝里 考古队发现 兰若寺西北到北边的这片山 全都是乱丧岗 里面的古代墓碑 不计其数 考古队于是就询问 这北边的这座山的名字 当地人说 这座山自古以来 就叫做黄坟山 黄坟山 难道是皇家墓堤的意思 难道这里安葬的 都是皇亲国戚 而聂小倩 也有可能是皇家公主 考古队随后就在水库周边 开始挖掘 果然就找到了 传说中的兰若寺大墓 在考古队在周边发掘之后 发现兰若寺旁边 有一个1.2万平米的巨墓 其中有无数精美的雕刻 还找到雀楼残骸 雀楼是皇帝大门外的高台 能有雀楼的都是帝王宫殿 岳飞就在满江红中提到过 壮食鸡餐 葫芦肉 笑谈可饮 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雀 岳飞就想把边疆山河都立上雀楼 所以呢 有雀楼就是帝王之所在 兰若寺 黄焚山 难道是哪个朝代的遗迹呢 根据考古学家发掘的时刻来看 这里其实就是南宋的皇家陵园 在同一座山的一侧 距离南若寺仅六公里之处 就是著名的宋六陵 这里埋葬了南宋的六位帝王 所以南若寺周边的这一大片山到宋六陵 都是南宋帝王和帝王家族的皇家陵园 有句话就是 崖山之后无华夏 意思就是在南宋和蒙古之后的决战 崖山之战 世界上就没有华夏这个民族了 这句话有点争议 说起这个事就比较复杂 以后我们专门再讲 说到考古队在发掘南若寺周边的墓地时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里断壁残横 到处都是墓穴倒穴 有时竟发现墓种里的尸骨都散落在周围的土里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惨 盗墓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 这情景看起来就和辽宅之意里 宁采臣当晚路过南若寺的景象 是一样的呀 这兰若寺的地点找到了 那宁采臣收集小倩的尸骨 逃离妖怪姥姥的追杀 难道这也是真的吗 这个故事就要从南宋灭亡的那一天说起了 祥兴二年 也就是1279年 面对蒙古大军的包围 南宋大臣陆秀夫和八岁的末代皇帝赵炳 连同大臣军队家属后宫 大约20万人乘坐千艘海舰 退守海上 当蒙古大军来的时候 他们就被包围了 南宋军民20万人在海上断水断粮十多天 很多人只喝海水 全身浮肿 这时候蒙古军队就趁势大举进攻 打破南宋军舰 当时火光冲天 煞声震天 看来这大势已去 陆秀夫对着宋少帝赵炳跪地三拜之后 说道 国士致死 陛下 当为国死 这八岁的宋少帝一声不吭 竟然没有哭泣 陆秀夫于是就起身背起了宋少帝 纵身一跃 投入了大海 皇上投海了 皇上投海了 当少帝投海自尽的消息传遍千艘转舰之时 周围的官兵大臣忽然嚎啕打哭 在漫天火光之时 这声音显得凄惨无比 这时候就发生了震惊历史的心碎事件 南宋军民悲痛欲绝 哭喊着纷纷纵身入海 随少帝长年于崖山之海 根据宋史记载 七日之后 海上浮尸以十万计 海上数十万人 几十万人 都宁死不详 投海自尽 茫茫中华历史 南宋的结尾 也就是这几个字 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 关于崖山之战 我推荐日本作家田中方树写的海啸 日式的写作风格 写中国历史 真的是别有特色 推荐推荐 在南宋灭亡之后 为了消灭南宋居民的最后一次士气 蒙古黄金家族的忽必烈 也就是元氏族 任命藏传佛教的喇嘛 杨碾真家为江南市教都总统 掌管江南佛教事务 杨碾真家这是外文音译 名史就这么写的 和我们杨家无关 我们杨家没有这种败类 杨碾真家又叫杨坤 涅成就是杨突驴的意思 杨碾真家因为是管佛教 同时也受到忽必烈的受益 于是就以调解纠纷之友 派人封锁了兰若寺北面的 黄昏山的南宋黄陵 准备对黄陵动手 绝坟 守陵人罗显看到大军到来 挺身而出 距离抗争 无奈此时大宋以往 罗显也无能奈何 他于是就被杨碾真家的人 咔咔咔打了一顿 倒地大哭 杨碾之家就带着重妖僧 进入了宋陵 就开始对南宋的黄陵进行地毯式盗墓 清人记载 南宋帝王后妃皇子公主大臣坟墓 几乎全被杨碾真家挖开 尸骨散满山沟 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在妖僧杨碾真家盗墓离开之后 黄陵被盗之时就传遍了南宋 宋人悲愤欲绝 但为了避免被援兵抓到 很多人就夜晚深夜 爬上了兰若寺后面的黄坟山 在夜里悲愤哭泣 以示悼念 六宁十二文 常替鬼哭之声 痛楚入骨 为之气力 纵使埋到崖山崖 白骨也知无必处 就算把白骨从绍兴埋到崖山 也是埋不完啊 这此情此景啊 就是在千女幽魂中 硬采成在兰若寺周边 见到的这种 目被林立十股遍地的 现实场景吧 在杨碾真家大道宋陵这个事件中 他还做了一件 震惊千古历史的事情啊 当时杨碾真家 来到宋李宗造云的墓前 开始了最后的挖掘 当他们打开宋李宗的墓时 突然有白光射出 非常刺眼 他们靠近一看 发现宋李宗尸体完好 面如活人 口中含有夜明珠 珠光宝气萦绕其身啊 非常神 然后他们一掀 就把宋李宗的尸体 掀到了地上 当时宋朝使用水银进行防腐 这些妖僧就想把宋李宗的 嘴里的夜明珠挖出来 但又怕这水银有毒 于是就把宋李宗的尸体 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啊 水银也流了三天三夜 就在第四天 这些妖僧就敲碎了宋李宗的牙齿 把夜明珠给取了出来 这时候杨碾真家 发现宋李宗啊 是个大头皇帝 头特别大 于是就咔嚓一下啊 就把他的头给拧了下来 然后带回去 把他的头盖骨 做成了一个酒杯 这是喇嘛教里的法器 头骨 嘎巴拉 用来喝水和喝酒的 说帝王的头颅做的法器 那是有巨大的法力啊 这些都是藏传佛教里面的 杨碾真家还是密宗 经常练习什么大欢喜啊 阴阳双修之类的啊 这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 元朝也就是这么玩的 宋李宗的事情 天下文之 莫不心酸啊 在朱元璋推翻元朝 建立明朝之后 就派人去寻找宋李宗的头骨 结果还真是在元朝的宫廷里找到了 最后朱元璋物归原主 把宋李宗的头骨给好好安葬了 当时杨碾真家扫荡完宋灵之后啊 把金银财宝都夺走 然后把皇族的尸骨进行焚毁 扔到草莽之间 当时漫山遍野的皇家尸台 惨不忍睹啊 接着杨碾真家下令 把这些皇家尸骨和牲畜的骨头 混埋在一起 在兰若寺后面的山上 盖一座塔 号称镇南塔 意思是镇压汉族民族的王气 和江南民众的士气 到这里 大家应该能猜出来 在妾女幽魂中的妖怪姥姥 其实就是这杨碾真家 杨碾真家想用这座塔 押住南宋皇族的灵 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 这个时候 宁采臣要出场了 当时在绍兴 也就是兰若寺的所在地 有个人叫做唐绝 听说妖僧杨碾真家 毁皇陵 辱尸骨 悲愤不已 马上就把自己的房产和田地 全都荡了 然后设酒宴 召集议事 九到一半 杨碾真家突然说 今夜 驻军一起前往收买先帝尸骨 如何 有一人就问 山上将官把守 虎视眈眈 事情一旦暴露 如何是好啊 唐绝就说 此事我早已运筹 何不以假乱真 取而代之呢 唐绝拿出准备好的 木匣六支 上面用黄色丝绢 写上宋帝的名号 分头趁着月黑风高之时 潜入南宋的黄陵山 分别将先帝的尸骨 收敛起来 然后用畜生的骨头 牛骨猪骨之类的 换了宋李宗以外的 这个尸骨 为什么把宋李宗 扔在那儿 因为他的头太大了 找不到替代品 于是就留在那里 然后呢 把他们的尸骨埋在了 绍兴兰亭附近的天章四前 种上了一棵东青树 作为标志 第二天凌晨 唐爵就拿出典当后的金子 几百两金银 把钱就分给了这些义士 然后大家就散了 唐爵敢砍万千 写了东青诗 梦中行四首诗 流传至今 妖僧良念之家 跟他的徒弟们 最后也没有善终 良念之家因为 这事做得太邪恶了 最后被大臣上书忽必烈 忽必烈也顺水推舟 就把他当替死鬼 给抄了架 然后在市井里砍了 杨念真家的恶徒云泽 当时践踏宋李宗的尸体 还用脚 踢宋李宗的头 结果不知是沾了尸骨 还是受到了诅咒 他的四脚四肢就开始溃烂 直到露出了白骨 非常凄惨的死了 还有一个参与盗墓的徒弟 叫做福文 在下山的途中 被老乡们认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毁黄林的妖僧 结果就被民众上前 把他当场给打死了 当时这些宋民们 恨这些妖僧 恨到什么地步 壮士鸡餐 葫芦肉 那个惨面 真是相当的恐怖 这兰若寺 妖怪姥姥杨念真家 宁采臣的东清义事 我们都找到了 那聂小倩究竟是谁呢 那就是散落在 黄林中的南宋帝王 大臣和他们家眷的尸骨了 聂小倩也代表着 南宋民众的士气 在辽宅之意中 最后聂小倩 还给宁采臣生了个儿子 这人鬼情未了 其实就是当时民众 想延续宋朝文明的 一种精神寄托 回顾倩女幽魂 再看辉煌的南宋 嘎然而止 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 之所谓 我们下期再见 哇塞 我又看了一遍 哥哥演的倩女幽魂 我们优秀天台团的朋友 还问我的年龄 这一下就暴露了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请多多帮我转发 订阅和点赞 我们希望今年2023年 一起冲到十万订阅 按照我这个业余节奏 半月更新一次的 要十万粉丝 估计要等2024年了吧 啊